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Jason的频道 据我上一支影片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吧 然后那是我第一支影片 那么现在就是我第二支影片 上一支影片是开箱一个乐高的路虎 那是我第一个来说是大乐高 然后呢 我就想这个乐高的系列 我可能没买一个我就会拍一集 然后呢 时隔半年我们终于拿到了 就是那个 兰博基尼 这个是在8月份时候发售的吧 然后当时看到以后我就非常喜欢这个 这个黄绿色的配色 我觉得非常好看 就是 这是我基本上最喜欢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车也很酷 然后呢 你们也看到我们换了环 我搬家了 换了个 环境 然后 现在是圣诞节嘛 圣诞树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的 怎么说 圣诞礼物加生日礼物 因为我生日离圣诞特别近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盒子 然后后面有这个 兰博基尼的 汽车的尾灯 这就是它的尾部 然后正面刚才 也给大家看过了 是一个 兰博基尼的 大牛标志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开箱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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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哇 酷啊 然后跟正常的乐高不一样 你看它们它这个里面 现在是这样子 有好多盒 有一盒一盒的 然后这个就是 仿它的 不知道你们能看清楚 有这样侧面 有一层一层的 然后这个就是仿它 兰博基尼的那个 后面的发动机的盖子 然后有排气 还有这样 这个就感觉很高级了 每一盒一盒一盒要拿出来 看 那么 好吧 然后这个 这个盒组的 应该是来到了 3600多片 然后这个比我之前陆湖那个2000出头片又多了 半一半多吧 然后这个呢难度呢应该是比较高 而且 它这个组完以后应该是特别大的一辆 然后 我再来看一下里面这个 我把这样才拿出来 这样就可以 拿到它的 说明书了 OK这就是它有说明书 非常酷 这说明书应该是 两本 哇塞 实时的两本 来看一下 这个厚度 两本发到一起 哇塞 比我的 会计准则还要厚 我看这两本很酷 刚好就 拼起来就是要完美今年 看一下 应该是从 马克思车头 这个车头 这个开始拼吧 这一本有 三百二十页 然后两本的话就应该是 六百多页 然后 一开始 有一些 蓝波金的 介绍啊 然后你看 然后在这边 不要说你看里面 因为方向 把勒坑的 形象输出 这个细节 应该也是 非常多的 看一下 一开始就看到了这种 秘密麻麻的 图 Technical系列 难度应该是比较高的 然后 吸取 上次 拼 这个露虎的 经验教训 上次我拼露虎其实第一步 齿轮就拼错了 导致我后面在那边 拆 但我完全拆掉了 然后 换那个齿轮的方向 然后 半条命都会没了 这次我觉得一开始 一定要 仔仔细细的拼 越前面的步骤 一定要拼得越仔细 然后 好吧 那我们就 开始拼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 原车 这是真车 这颜色其实不是那么黄绿 它是偏绿 然后有一点那种磨砂质感 然后加这个金的轮圈 简直是低调奢华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拼好车的动态 然后我觉得最好看的就是 它这个剪刀式的 车门 往上掀的 就特斯拉那个像翅膀 这两个呢 就 感觉也是很酷 那个南波基尼 而且它这个是一个可动的车门 应该是 好 我们就 开始拼 我断断续续的拼了一段 然后现在已经拼了个 一点点 拼到了第40几步 然后现在是 前面 然后这个呢 应该是 反正依照我的理解 这个接下来 这一个旋钮 会带动这个轮子的转动 这个呢 应该之后就是 这边会接到后面的动力系统 虽然它也没有动力 但是就是 后面的齿轮系统 还有 换挡变速箱之类的 然后 大家 你们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是有一个 悬挂 然后这个悬挂呢 是特别硬的 因为我用力掰一下 能看到它有一点点挪动 就这个悬挂 这个悬挂比那个 我之前的路虎印特别多 因为它是一个超跑 蓝博企尼皮镜 那路虎的话越野车悬挂就会软很多 拼拼停停 我们终于把这个中间的这个齿轮组 全都给拼上了 给你们看一下 非常复杂的齿轮组 有一堆齿轮 然后这个呢 跟 跟之前我玩的那个 路虎有一个类似的点 就是它有一个这个 变速箱一样的东西 就是现在我转的这个东西 然后它会带动 它会带动 这边有两个 活塞一样的东西 然后它 这个活塞旋转的时候就会激活 就像它这样 卡上以后 这一组 齿轮才会转动 然后乐高很厉害就是我觉得它这么多齿轮 然后这么复杂的结构 全部都卡在里面 然后它会 清晰地告诉你 哪一步前作 哪一步后作 因为如果你不按照它的顺序来的话 然后你就会装不进去 然后就会卡住 然后 然后乐高好像 我看之前看它们有个设计的系统 然后你把这个设计图弄出来以后 它系统会辅助你去 计算 这么一步一步的搭起来 然后呢 现在最后这一步呢 就是 要把 这个 就是这一块 然后区别的齿轮组和这个 这个应该就之前有没有看的是 这个前轮的一个结构 让你们看得清楚 就是前轮的一个 这个结构 这两个要拼在一起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拼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 感觉还是比较困难的 找一货 找一货 这个点在哪里 然后把它拼上去以后呢 现在 就是一个 前轮 我觉得应该是前轮 好 我也不确定到底是前轮还是后轮 因为 没拼完不要反正 但是 这些齿轮组都在这 我猜应该是前轮 加上 齿轮组 然后因为这个拉摩金 它的发动机是 中置后 呃 中置 后置后去 中置后去 对 然后发动机应该在后面 所以这前面应该是 齿轮组 然后上面应该有变速箱什么的 OK 那我们就 接着拼 然后现在在拼第二盒的 第一个部分 然后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要把这一整条 就是上面这一条 刚拼好 然后组装到这个下面这个底板上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有七个插销要同时插进去 然后我每次觉得 插到这种就是要有 同 多个插销要同时 插进去的地方 我觉得是 乐高里面其实最难拼的地方 因为每个插销你都要用力 然后你要保持所有是一起进去 因为你如果先进一个的话 另外一边会翘起来 你就插不进去了 然后 这个我觉得是乐高里面最困难的地方 每次发动 我觉得 这个高半天很困难 看一下这个 刚刚组装好了12张发动机 这边有六个膏 然后转动起来的时候 这个钢会上下 旋转 这边有六个膏 可以看一下背后 是一个 这种 凸起凹起的杆子 然后一转的时候 又会带着这些活塞一起转起来 将将 就是一天早上了 然后呢我们的第2盒我已经拼完了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已经 出具规模了 这里整个 看这个 这个就是我 之前说的这个应该是车头 然后这个轮子 可以转向的 然后呢 这边有个 换挡杆 让你们看清楚 然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要加一个 很丑的一个板子 可能之后是做dashboard用的 然后 特别要给你们看一下 是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是一个 V12的 下面是一个 V12的 引擎 然后上面呢 这个是引擎盖 然后就是仿的 兰博基尼 那个碳纤维的引擎盖 然后呢 特别要说一下是 这些所有你们看到这些 像碳纤维一样这些 还有这两个兰博基尼的表 这些全部都是硬刷砖 它不是用贴纸贴的 像我之前那个路骨是用贴纸贴的 然后这一板呢 它是 毕竟是跟兰博基尼合作 就全部都是印刷砖 所以特别还是特别良心的 现在第四盒已经拼完了 然后还剩两盒 然后我发现有一盒就是 它的这些轮胎 然后这个 这这轮胎其实四个月占了一盒 然后这是真的 可以按下去 就是橡胶轮胎 然后这个轮框我觉得特别漂亮 金色 然后配上这个黄绿 黄绿色的外壳 就特别酷 然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细节吧 这个下面就是 12缸的之前发动机 然后上面有个 这个我不知道是防滚架还是什么的 然后这个 这是侧 侧边的车轮 然后它的尾巴 我觉得 朗博基尼尾巴应该是 车的一个亮点 然后 你看到这边用了非常多的 小的组件去拼出它这个 形状 就是它这个尾巴的造型 然后这是它的尾巴 然后这是 朗博基尼那个 灯 这次特别说那个灯 然后这两条灯 两条边上的线 线条也很好看 然后这个 兰博基尼的标志 然后不得不说 这次真的全都是印刷件 一张贴纸都没有 兰博基尼的标 然后这边有一个应该是加油的 盖子吧 这个应该是 然后全都是印刷件 非常的棒 然后呢 看一下这个 所以它 这次 这个像 像一个鲨鱼 还是像一个鱼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它引擎盖 然后这个意大利的 国旗 我要是把这个 红色的换成 橙色的可能就可以换成爱兰博基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引擎盖好像它就是 没有两根 这两根杆子 然后就直接往下面这个地方 直接 直接放下去往里面一盖就行了 应该就是这样子 然后一盖好 然后这样就完成了 后面这个引擎盖 因为很可惜就是 你必须打开这个引擎盖 你才能看见 才能看见里面引擎的样子 要不然你平时放的时候 你应该看不见 上面这几片 板子都是挺好看的 好 我们也 继续把这个车头 也拼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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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金尼大概成了三分之一的样子 然后高度的话 因为路虎毕竟是这个越野车SUV 会比较高一点 蓝波金尼差不多顶棚就到人家 这个车门车窗下面这个位置 但是像这个路虎是2400多频吧 我记得 这个一笔的话确实还是小了不少 分量也轻不少 而且这个路虎里面 你就打开门以后 然后我发现一面这个后排基本是空的 然后 然后我先把路虎放下来 想去看路虎的可以看我的第一支影片 然后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放链接在这上面 然后这个蓝波金尼呢 我介绍一下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要介绍的是它这个 这个中置后驱的发动机 然后呢 它这个很有意思 它这个不是一个打开机 它这个直接一个盖子 一个这样的一个盖子 然后边上有这个意大利的国旗 说实话把这个国旗换个颜色 就可以变成二蓝国旗 把这个红色换成橙色 然后呢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它是一个中置后驱的V12发动机 特别大一个 然后上面 不得不说 这一次 这一次 整个蓝波金尼没有一张贴纸 全部都是印刷键 像你们看到这个 碳纤维一样的东西啊 然后V12标志啊 然后蓝波金尼全部都是印刷键 包括 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 这个轮子里面的这个刹车卡钳 上面印着蓝波金尼也全部都是印刷键 还有这个车头蓝波小龙的标志 也是印刷键 全部都是印刷键 然后 这次的可动部分呢 首先第一个可动是这个尾翼 这个尾翼的地方 这是一个可动 但是我这个我看得上 好像就是 纯手动 然后这样上下 拉起来放下去 这样 拉起来放下去 拉起来放下去 就是这么个尾翼而已 但是它这个车尾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灯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可动就是这个 剪刀式的车门 你们看 哎慢慢升起来了 OK 然后再把这个车门放下来 其他后面这边就是有一个 联动感 然后这个 我觉得拼的时候 还是很有意思的 还挺复杂的 就是你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作动 就可以把车门抬起来 剪刀式的车门 这蓝波金应该就是 最有意思的点击 一个剪刀式的车门 非常漂亮 然后 正面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来 两个剪刀式的车门 同时抬起来 接下来的是前面这个引擎盖 因为它是中置后驱的发动机 那前面这个就是空的 就只要能有后备箱的位置 其实 这个呢 引擎盖 打开 然后打开之后呢 打开之后 它里面就有一个放小小的 这个 suitcase 的位置 然后每一台 包括从那个保时捷到 布加迪 然后再到蓝波金尼 每一个都有一个这样子的 每一个都有这样子的 一个行李袋 很可爱 很Q 一个行李袋 然后是他们那个船口 然后呢 像在 这一次的蓝波金尼 像说这个 看到这个发动机 不是发动机的编号 反正是有一个编号牌 然后也是印刷键 然后上面也有唯一的编号 然后你可以到官网 输入这个编号 好像会有小彩蛋之类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看的内部细节 那之前呢 我想说你们可能会觉得画面一直在 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没错不一样 因为我没有一个固定的机会 我只有一台 新买的GoPro9 然后我这次不用手机 我用这台GoPro9来拍 我的所有视频 然后我之前想的是 因为我有只狗 然后拍一些户外的视频 GoPro9会 这个广角镜头的张力会更好 然后 我觉得画质也不错 平时新的GoPro9 它也有一个前置的 那个 前置的 就是可以取景框 然后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画面 然后我觉得就是拍Vlog来说 应该还算可以吧 因为我不想搞很多机器 就是当一个 娱乐而已 然后 但是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GoPro9它的对焦 并不是精确对焦 好像是一个比较犯的对焦 然后在拍一些VG特写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前面拍这个 乐高特写 其实拍得很清楚 因为乐高它这个本来 你要拍一些特写 所以有比较小 反正就不好拍 然后GoPro9的话 好像就会一些模糊 然后 不知道我先看吧 先看看拍成怎么样 然后如果后面发现 只在拍这种小东西不行的话 我可能再换回手机之类的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细节 车内细节部分 把车门打开以后呢 可以看到里面 让你们能看得清楚 可能我说我极限了 然后 刹车的方向盘 然后仪表盘 仪表盘 应该看到不是很清楚 然后在方向盘的后面 有两个黑色的拨杆 然后这个拨下去呢 就是会有一个 暗空的 开吹 对吧 车门一直往下掉 然后呢 这一次的换挡 记得上色的路虎换挡 是在中间有个旋钮 这次的换挡呢 好像是跟布加迪一样的 就是 像换挡拨片一样的东西 然后就是左右 一按插就会有一个换挡的声音 然后 对吧 换挡的结构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是我 一个大乐高 然后这是我的第二个 然后片数已经来到了 3900多片 3700多片 然后我觉得这个Technic系列 对于成年人来说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然后它其实里面的 结构都还挺复杂的 然后特别是一些 齿轮结构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但是呢 在我拼完这两部车以后呢 我发现 它里面有一些东西都是很雷同的 但你拼到这个结构的时候 像我拼到这个转向啊 这个齿轮阻 或者方向盘这边 我基本都知道 它接下来要干嘛 然后是做什么的 通过什么原理 然后像它的这个悬挂啊 其实每个车 基本都是一样的结构 然后拼了两辆 我觉得以后就是 这个 像这种赛车 前面有布加迪亚什么的这些 我觉得 我可能就不会再入手了 因为我觉得 这两辆车都是我喜欢 像这辆兰博基尼这个颜色 是 我一看到这个颜色 我就说 我非常喜欢 这个颜色 我最喜欢的那个黄绿色 然后这台的SUV 它也是非常特点 路股的 因为现实世界里买不起路股 我就买来玩一下了 这种 乐高的东西 也是 蛮有意思的 然后 接下来我可能 因为乐高现在新推出了很多 带动力的模组吧 我觉得接下来 那可能会是我的一个方向 好了 那我下一期视频应该就会是这个 拿吧 登登 这个哈利波特里面的猫头鹰 然后这个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那个 Legomaster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节目 有个节目叫 Legomaster 然后也是第二季里面 那个冠军 拿冠军的那对 夫妇 那个小歌拼的 一只猫头鹰的缩小版 应该是 原版在里面 然后是翅膀 翅膀 然后回动 我觉得那个Legomaster 第二季特别好看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乐高 可以去看一下 B站啊 YouTube都有 这个呢 就是圣诞节之后 一个朋友 一个好朋友送我的圣诞礼物 然后我超喜欢 因为 在那个小的乐高的list上 我有两个 我有放了 我有两个特别喜欢 一个是这只鸟 然后另外一个是 那个Technic的 一个小直升机 然后 小直升机是我 圣诞时候 一个 我们叫 Secret Center 然后一个同事送给我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同事送给我的 直接两个wish list 都贴上了 超棒 然后呢 接下来 还有另外一个是这样 小黄人 这是乐高 好像唯一款 还有另外一个小黄人 但是它那个主体并不是一个小黄人 所以这个 这个小黄人我觉得特别好看 特别 cute 然后不知道你们能看到我后面这个柜子里 有几个小黄人 然后你们能看得清楚 反正我们家 我和女朋友都挺喜欢小黄人的 然后这个呢 是我买给她的圣诞礼物 然后之后呢 我看看她什么时候要拼 拼的时候呢 还要不要在地上做一个视频 录一下 然后像这种比较小的合图 我觉得就可以用缩时摄影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那坐下来可能两三个小时 然后拼完 像这种大折腾的 没办法 就只能拼完给你们展示一些细节了 OK 好 那这是我第二个视频了 好了 那这样 拜拜 拜拜